我刚下手术 让你久等了 没事 你这拿的是谁的病理啊 之前不是和你说我一朋友 得了什么脑垂体的陷队吗 其实 就是我 你现在怎么打算 今天下午 我刚预约了专家 准备先看一看 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 我 我也需要一个 一个接受的过程 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承担 一起承担吧 你压力已经那么大了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我是你女朋友 我们俩已经经历这么多事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告诉我 你在外面再坚强 再强大 我都没有那么在乎 我希望在我面前的 你是最真实的 哪怕是最脆弱的 我都可以接受 我都愿意陪着你 我都愿意陪着你 好吗 你不跟人说了吗 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不是大问题 不是不认识你啊 不是不认识你啊 我都不认识你啊 你告诉我快要见了吗 还没有 我还没想要 怎么跟他说 我的判断也是需要尽快开炉取出来 那恢复周期呢 这个要看个人体质 我们做这种手术呢 难度不大 但是开炉总有风险 特别是考虑到 行对的工作性质 那微创呢 这种情况有很多案例 不都采用的是微创吗 它的留位置不好 留体相对大 微创的难度比开炉要大很多 而且很难切干净 是 微创恢复相对快 但是万一树中发生危险 会适得其反的 那就 开炉吧 最快什么时候 我看一下 下周 行 下周可以 你真的决定吗 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 已经完全影响我的工作 而且 比我身体更重要的 是我身上这份责任 我要对我的队友负责 要对人面负责 所以反正 怎么样都是不能工作 我还是选择面对吧 反正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 你不陪我面对 你还想干吗 身体怎么样 还 还可以 你上次跟我说 你请假就是因为脑子里的瘤 对 今天来也是想跟您说这个事 我想退出给我 转去做后监 都考虑清楚了 现在这个病会影响我的视力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影响全体 那你觉得 谁定替你的位置比较合适 文波和文静 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 我觉得 狙击项目完全黑胜人 至于新家的越野模特 文波也练了很久 像复杂地形追捕的话 罗婷是最适合的 行 就照你说的去做 你以前参与的 射击项目 让文静替补你 先参加训练 替补 后来 我 可雷 你是我带过的 最优秀的队员 我知道 不到最后一刻 你是绝不会放弃的 我也一样 至于换不换掉你 等手术结束之后 看你的身体状况 再做决定 谢谢 上天 看 下天 看 十五个 一 二 三 一 三 一 二 三 二 三 行队 今儿休假 怎么这么积极啊 行队 今天我们陪着你 你练多久 我们就练多久 你的情况 兄弟们都知道了 大家都想陪陪你 除了陪你 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 刑队 接下来我们练什么 好不容易放假 休息吧 我们 我们可以陪着 这是什么命令 所有人 继续 算了 你们自己救一救 向左 转 起步 走 来吧 来吧 alltså 去吧 来吧 快点吧 快点吧 我们在这边